高雄骑京区观光市场去年爆发池味钞购物 借此洗钱 简紧深入追查上游 揪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不法集团 竟用彩色印表基于A4指印千元钞 再印粘叠方式仿制真钞的防卫功能 总计查扣假钞面额破60万元 高雄地愿意为造币券罪判张8年10月 其余7名共犯各判3到6年 不等图刑可上诉 判决指出张姓男子47岁 为造币券前科才因造假钞被判7年复刑完毕 前年底应缺钱花用 又重操作业以彩色印表及列印1000元纸币图样 在A4指上 接着自备仿制菊花及1000等图案 网板及灰色墨印出来仿制水印 再粘贴糖印菊花及1000的金属薄膜 以仿侧边调状光影变化薄膜 加以黑色油膜在上面印1000字样 另在背面粘接表面烫有六段000字样金属薄膜 仿制窗式光影变化安全线 最后裁剪成1000元征钞大小规格 张制作完成后 去年二三月间在嘉义市住处将150张千元假钞 以每张200元卖给张姓友人 张再分给林姓 彭姓 赖姓 卫姓 阳姓 周姓友人 到彰化县路港镇高雄骑京区 瑞丰叶是花用 以便洗钱流去买彩券 不足额都用未朝支付 去年六七月间检警大局搜索张姓 男子住处查货未到1000元566张 背面半成品930张 正面半成品945张 并传换张等8人到案 法院审理时张便称是看到其兄留下未到钞票所用的墨水干掉 才去满心的回来研究如何未至 不过何一听不采信说辞 认定张根本是重操就业 以防害国必承治条例第三条第一项之未到必劝罪 判8年10月 张姓友人也有未朝前科 判6年6月 林姓 彭姓 赖姓 魏姓 杨姓 周姓男子 也判2年至3年10月徒刑 全案可上诉 张姓男子涉嫌用印表机制作千元未抄 面额高达60万元 高雄地院一审判8年10月徒刑 脱报器资料照 分享